去年7月才上位担任马航首席执行长的彼得贝勒 背负重整马航的重任 但没想到才任职一年多后决定请辞 爱尔兰联航瑞安航空昨天宣布 彼得贝勒将在今年12月1号重返该公司担任首席营运员一职 引起各界哗然 正当各界议论纷纷之际 彼得贝勒随后透过文告为自己的决定做出解释 他说自己是在两个星期前接获瑞安航空的电话邀请 而瑞安航空是爱尔兰最好的公司 该公司需要他的帮助 贝勒说基于深爱自己的祖国 他在一个星期前决定接受这项挑战 一度有报道指贝勒请辞的原因是因为国库控股干预马航失误 但贝勒强调政府没有干预马航失误 国库控股对他和马航一直都给予充分的支持 贝勒也认为很多人都希望看到马航再次辉煌 而目前只要每个月将马航的收入提高4%到5 就能转亏为盈 贝勒说虽然这并不容易 但马航在第二季度的收入增长了7% 彼得贝勒曾经在2006年加入瑞安航空 2014年他离开瑞安航空后 2015年9月加入马航担任首席执行长 对于彼得贝勒的请辞 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炮轰 马航执行长相继离职 显示马航出现危机 法米也强调 首相现役购买总值大约10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时 彼得贝勒的回应 当时已经反映出执行长和董事之间的分歧 法米对此促请首相拿多斯尔纳吉 在来临的国会做出解释 说明马航的情况 NTP7走火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